乌鸦好剑 乌鸦有一个剑剑的习惯 那就是薅别的动物的尾巴毛 无论你是百兽之王毛 还是社会主义国宝毛 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 还是长得牛高马大 都会暗地里来一个突然袭击 地上跑的也罢了 就连拥有尖惠利爪的猛禽 也逃不过他们的这张剑子 跑完了赶紧跑 打不到也抓不着 真是不入虎穴的虎子 不入阴潮 掩巴阴毛啊 毫谋之余 乌鸦还喜欢搭便车 无论是打出租还是坐地铁 他们从来不刷卡 他们最热重于免费坐飞机 阴高一尺压高于胀 杀掉一号杀掉二号杀掉三号 随时随地随心飞 一边飞一边还在你头上撒尿 真是见出人间 见上天际 看着来气却无能为力啊 乌鸦还特别精明 瓶子里喝水都是小case 他们会在红冬亮的时候 把核桃丢在马路上 等到绿灯的时候 再去捡被汽车轮胎压水的核桃人 他们还会拉掉你的鞋带 偷走你的外卖 他们还喜欢拉帮街派 拥有一百五十多种沟通暗号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鸦来相见 铺天盖地全是剑气啊 乌鸦从来都是有仇必报 就算当时不报 这一步也会给你来一个空中放炮 把把把拉在你刚刚洗的车上 撒在你刚刚点的卡车上 让你享受天使一般的待遇 真是鸣枪一朵 暗箭南方 看着黑漆漆 一脸更稀稀啊 喜欢动物关注科书 抖音